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吉墨市的周葛庄村地处渤海湾 是当地有名的渔业村 按照惯例 每年从9月1号开始 渔民们就可以下海捕鱼了 由于这几年的捕捞 靠近村庄的海域已经很少能看到鱼 所以今天 老刘决定 至少要到离村里十海里外的地方去捕鱼 看着老刘他们家的小渔船 再看看他们撒下袋网 好像都是咱们平时见到的 也没啥神奇的地方 要说有神奇之处 莫非今天这一网捕捞的数量会是个天文数字 18米长 12米宽的网终于撒下去了 那今天这一网 究竟能捕捞到多少鱼呢 是否要收网了 是不是因为是我 您估计今天要收到 没有风月 有日 几 letter 一般都是收到什麽样子 越 切地 总有 切石锣 这就是老刘兄弟俩从今天早上到现在 整整三个小时的生活 不过捕捞上来的东西 好像并没有让老刘太满意 只有多少斤 十大斤吧一个 之前的货物太少了 这叫西洋虾西洋路就多了 看到这儿了我们也感到有些纳闷 你们这儿不是号称家家有钱吗 光靠每天捕这么一点鱼 怎么能挣大钱呢 咱就白家鱼 这条鱼能卖多少钱 现在一听我之前 现在四大多块钱一斤 一斤 这个下头七八块钱 这个海鲜能卖多少钱 十个吧 那你说今天咱跑了一趟一百块钱没挣到 挣不动 没挣不动 不挣钱为什么还要出海呢 就在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老刘家的渔船又继续出发了 莫非你们这挣钱的门路就是多出海多打鱼 船又走了半个小时 大海中的一个小岛映入我们的眼帘 老刘告诉我们 瞧好了 我们家挣钱的门路啊 在这儿呢 依靠岸 老刘二话没说 先下水忙活起来 小船出海收获不多 他们挣钱的门路究竟在哪 藏在大海中的宝贝又会是什么呢 神奇的村庄系列节目之石头缝里的财富正在播出 请继续收看 这老刘在水里到底忙活些什么呢 你在扣什么呀 扣水 啊 慢慢洗 一定都放开水 咬自己 原来啊 这水石子里 可是老刘家养的宝贝 海参 可是仔细看着水面 也没有看到一个海参的踪影啊 你的手能扣 能摸到海参吗 现在摸不住 现在都在下面 都下面 那一般什么时候才出来啊 快点 8月15日后 8月15日吧 原来海参现在正处于休眠期呢 意思就是 当水温达到20摄氏度时 海参一般就会转移到深海的岩胶暗处 潜藏于石底 不吃不动 整个身子就萎缩发硬 像石头一样 人家一帅 那就是一个夏天 等到秋天后 才苏醒过来恢复活动 说白了 现在的海参就藏在这石头缝里头 既然海参都在水下面藏着 那我们能不能摸上来一两只看看呢 你看身边啊 这一个个池子 听当地人说都是洋海参的池子 听他们说 这个这里面也有海参 但是我从这个 这样针在外面 我看不到有没有海参 我现在进去看看 能不能捡到海参 看全是小石块 这里面应该是看不到海参 海参不是躲在石头缝里吗 再找找看 摸到了 看三个 拿这个海参在我手里感觉硬硬的 村民说 因为现在海参属于下棉期 现在它基本上在石头缝里 是不吃也不喝 但是再过一个月之后 它的身体能长这么长 怎么样 看到这儿啊 咱也明白了 原来老刘聪明着呢 挣大钱靠洋海参 这海参一休眠 人家呀就下海捕鱼 挣点小钱 那这一个洋海参的池子 一年能挣多少钱呢 你看这一个池子 大概有多少毛 这一个池子 四五毛 大概能有多少池子 这一个池子 六十六二吧 二十来半 不少吧 这样一个五亩左右的水池子 去年老刘家就挣了二十万的 可是老刘却说了 这算啥呀 我再让你看看 我家去年挣了八十万的海参池子吧 啊 还有八十万的 去年这个池子超是八十万的吧 八十万这个在你们这算多的呢 不多不多的 还有一种多的 多的有多少 去年多的有二三一万的吧 一点不含糊地告诉您 这个十五亩左右的池子 去年老刘家足足就挣了八十万元 这诀窍在哪呢 人家说了 这个池子呀 不光水深 而且面积也大 里面现在至少有五千斤的海参 那里面的海参 现在长了多大了呢 我们能不能亲眼目睹一下呢 老刘说 正好我要捞一些大的海参拿去卖 所以马上就能让你看到最新鲜的海参 藏在石头缝里的海参究竟怎么样 潜水下海 那里又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请继续收看 神奇的村庄系列节目之 石头缝里的财富 这位就是老刘请来 下去拿海参的人 44岁的于宁瑞 也是周果庄厕的村民 原来 于大哥下海穿的衣服 就是潜水服 要知道 潜水员一般会配备 专专业的潜水服和氧气瓶 但是于大哥的装备 却让我们吃惊不小 紮紧呢 紮紧就不漏水 这是什么动作 刚才做那个是什么动作 我要拍一拍去 我拍一拍去 这不去收了 简易的潜水衣服穿好 也没有看见氧气瓶 鱼宁瑞就开始下海了 虽然是泣出来的水池子 但是这里最深的地方也有十米呢 水深的地方在哪 就在这一周围都水深 这个地方都水深 水凉不凉 不凉 不凉啊 不凉 衣服里有气 我还得撇撇 哦 衣服里有气啊 有气够这样的 有气的话它是一直在上面有浮力作用 它上面飘着 对对对 这是换气管 换气管 我涨到水里时间吧 搬了有水 我来上来了换气了 一口气把水推出来 接着洗气 洗气以后再下去 哦这样啊 哦 原来 于大哥不拿氧气瓶 就用这根小小的管子换气 不过为了保证安全 要留建于于大哥 先到水浅的地方捞了一下 可是下水不到五分钟 于大哥就上来了 这个吃了水太浑了 两瘦多重 哦 水不清是吧 嗯 我里面好水 由于水太浑 只捞了四个海参 于大哥决定 到更深的地方去看看 因为他说 水越深 下面也许就能看得清楚一些 慢点啊 哎呀 鱼大哥这次下去的地方 水深大约有五米 这次会拿到多少海参呢 我们事物以外 鱼大哥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以前以出海捕鱼为生 近几年村里养海参的人多了 但是每年到海参收获的季节 村里最缺的就是能下海捕捞海参的人 鱼大哥水性极好 看出这个机会 所以现在成了村里 捕捞海参的高手 有没有啊 有 哎呀 这么大个的 那叫二两半三两两吃 这有多大的 二两半到三两两吃 二两半到三两的 嗯 几个月长这么大 两斤就差不多 两斤 全球两斤 长两斤嘛 就是一年 鱼大哥说 再过一个月 海参的个头就能翻一倍呢 既然你们已经看到海参的个头了 下面 我再让你们见识见识 海参的数量 这里水的深度约有八米 这次鱼大哥会有怎样的收获呢 四十四岁的鱼宁锐 干这一行已经有十一年了 他说 只要水性好 这项工作危险性不太大 每年的五月和十月 是海参收获的季节 也是他最忙碌的时候 只要是啃下力气 他光靠这门技术 一年挣个七八万块钱 不成问题 所以说 现在周葛庄村 有两类人富裕 一是像老刘这样养殖海参的 另类就是像鱼大哥这样 专门捕捞海参的人 那么他们的生活状况 现在究竟怎么样 还有鱼宁锐这次下海的收获 又如何呢 广告之后 我们接着看 这是鱼大哥第三次下海 这里的水深约八米左右 这次鱼大哥会有怎样的收获呢 放下海参摊 上 累坏了吧 看有不算累 不算累 哎呀 这么多呀 一个小时我对不起我 拿好二岔比进的 就八岁十五之后 你这一个小时一般给你多少钱 一般是 它是冷几 你拿一斤就两块钱 那你这大概一天 也能挣多少钱 五六百块钱 你看在大哥这个捕捞的海鲜中 我发现这个是模样也好看一点 个子也比较大 这个摸到手里感觉是 这个滑滑的感觉还减糊糊的感觉 这个海鲜要听他们说 这个一只海鲜至少能卖四十块钱左右 看到于大哥在水里是轻松自如 我们记者也想体验一下 感受一下于大哥潜水捞身的神情 你看我现在手里拿的衣服 是他们专门捕捞海鲜的时候穿的衣服 这个衣服拿起来挺重的 至少有四斤左右 我现在也特别想穿一穿试一试 然后待会下水看看 我今天能不能捕捞到一只海鲜 大哥帮忙一下 看着衣服穿起来挺麻烦的 看着衣服穿起来挺麻烦的 嗯 看着可以变了不成 把这样麻烦的 对了 这个扎紧了 扎紧现在唯一的感觉就是热呀 很军舍 感觉裹的浑身就不透气 走着感觉是慢慢地上拖着走的 看我是不是有一点蛙人的这个风范 马上要下水了 看看我今天能不能不捞到海参 走 记者创造完毕 开始下水了 水不会换进来了 感觉这个脚底下是软的滑的 刚才这个余大哥说下面全是石头 但是我现在还没感觉到石头在那 有没有踩到海参 我现在还不知道呢 由于我们的记者不会游泳 为了保证安全 余大哥让我们在这个水深 只有一米多的池子里体验一下 看着这个余大哥在水里面 这个捕捞海参 感觉是游刃有余 我现在特别想体会一下下水之后 看看这个感觉怎么样 虽然我不会游泳 但是我也要勇敢地去体会一下 你看吃点水 还好 我感觉是应该是没有下水 就感觉就脸就贴到这个水面上 一张这个咸的味道 已经到我嘴里了 我觉得这个捕捞海参 当然是我今天是失败而归了 我估计这个工作我是做不了了 大哥你进去吧 趁余大哥还在水里忙活的时候 我们想到海边的村庄看一看 一上岸就看到很多人在这买卖海参 由于这里都是刚刚捞出来的鲜海参 每斤价格都在一百元以上 周葛庄村一海而建 一座座气派的楼房 显示出村民不俗的实力 你给我问一下 你们村是不是有很多羊海参呢 哦 去年收入多少钱 毛收入比收入 一百多万 嗯 嗯 那也可以啊 春收入呢 春收入四十五十万 那后来拿个比较收入 毛收入 平均就是二十六万 我们随便走进一户看看 这是村民正心平的家 那改天了 今天是第五年 今天是第五年 第五年了 看着家里的摆设不错吧 去年他们家 靠养殖海参 收入就将近一百五十万元了 现在家里这样的干海参 也能卖不少钱 所以用给没三千多 因为它三千多已经 这些是去年的价格 就是三千 四至三千六 什么挑战挺好的 下单的 加养殖都挺好的 现在周葛庄村 已经成为青岛市最大的 海参育苗养殖加工村 他们养殖的海参 已卖到全国各地 整个周葛庄村 共有861户 养海参的就接近300户 去年平均 每户家庭 靠养海生存收入 都在二十万元以上 这几年 这个田航旅游多亚区的老百姓 可是真的富了 很多农户 都买上了汽车 游到村庄 一年就能进五六十辆小轿车 都是二三十万以上 现在海参养殖面积 达到了一万亩 年产值五个亿 周葛庄村人致富密集 海边养殖 真奇妙 石头缝里全是宝 一个水池几十万 潜水取身 收入高 挖空心思挣钱多 生活富足 乐交遥 看着周葛庄村一缩缩的小楼房 就知道这里村民生活的状况了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这里的村民不用出门打工 就在自己的家门口 靠着石头缝里的海参 就能赚来让人羡慕的财富 我觉得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之外 最重要的还得靠这里村民们的智慧和勤劳 好了 今天的乐奖收视问题是 答对的观众有机会获得乐奖 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提供的冰箱一台 你还可以通过CNTV7家农业网站 获取更多的农业节目讯息 收获我雷希和你在一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神奇的百草王拍出天价 神奇的老把头传授真经 传说中的紫器大蛇都存在吗 山中的小村庄到底神奇在哪 敬请收看神奇的村庄之寻找百草王 神奇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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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的村庄